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回复一下张先生的留言 张先生说能不能聊一聊关于董虎岭的八十五四太极权 那么董虎岭是董英杰的儿子 董英杰是杨成璞的入门弟子 入门弟子 那可以算是高手中的高手 是数一数二的 就在杨氏太极权里面 这个张先生给我发了一个董虎岭的八十五四太极权的视频 让我聊一聊这个视频 这个呢 我们的评价 一个好字 有一句话叫 整一个好字了得 总之是一个好 那么它好在哪里 大家可以首先呢 就是看一下董虎岭的那个八十五四太极权的视频 大家看 以后 那么再来听明哥聊呢 就比较直观了 比较直观了 另外 还要说一句就是 有朋友说明哥在聊太极视频里面 就是老是看表 看了非常不舒服 好 明哥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的提醒 我们尽量少看表 好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关于董虎岭的八十五四太极权的视频 这个董虎岭的视频呢 首先 他看不出他定视 就是没有定视 也就是他行云流水 连绵不断 这是一个特点 那么大家看董虎岭的视频 大概我模仿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的功夫还达不到他的那个状态 他的那个状态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大概的状态 那么这个东湖岭这个视频呢 他的这个八十五是太医权的 一个特点之一 这个特点之一呢 是行云流水 没有这个定次 不动了 然后再开始 没有 它行云流水 是停非停 这个特点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松得特别透 也就是说 内动非常明显 内动 就是内部的运动 内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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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它的动作看上去 内动很大 它在我夸张出来 就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内动 比如说它要做一个 柳西熬布的时候 那么它首先它的内动非常充分 非常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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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内动特别大 特别大 另外呢 就是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就是它没有定时 就是行云流水 连连不断 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呢 它的这个内动比较大 它的外形都是从它的内动发出来的 内动发出来的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拳看上去怎么样呢 就是看上去 就是特别的 就是你看上去 你的感觉就是很享受 很享受 很享受 这个东西呢 那么我们说 这个 董胡林 他的这个状态 他怎么能得到这个 这个东西 怎么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 这个 这个张先生讲 我们聊这个董胡林的这个权 董因杰达 这董胡林的权 让明哥来聊 那么为什么明哥聊不出来东西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明哥自己的功夫 达不到达不到 董胡林的水平 我是一个草根的一个 一个一个爱 一个泰拳的爱好者 所以呢 我的水平达不到董胡林的水平 所以你让我来聊他的权 是聊不出什么东西的 但是呢 只能说说自己的看法 第一 他就是一个 没有定势 第二个呢 他是内动 吹动外形 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就是他在他的权力里边 就是他的动作 动作 动作 没有一丝一毫的 多余的动作 就是妄动 没有一丝一毫的妄动 每一点点动作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需要的 没有多余的动作 多余动作 非常干净 非常利索 干净利索 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 没有拖泥带水的感觉 说 说他打得好 好在哪里 第一 就是没有明显的定势 连绵不断 第二个呢 就是内动 吹动外形 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那么第三 他松的特别透 就是他松到脚底 从头到脚 松到脚底 松到脚底的 这种感觉 让人看上去 特别舒服 特别舒服 第四个呢 就是他这个 董虎领这个权呢 他的这个 就是什么呢 他的这个 气势非常大 气势非常大 说太极权 看什么呢 不看这个事 这个单事的事 好事的事 去到一个沿着旁 这是一个 单招 那个事的事 方事的事 不是看这个事 而是看什么呢 气势的气势 看气势 他一天看气势 就是东虎领这个八十五台议员呢 看上去气势非常宏大 非常宏大 气势宏伟 宏伟 气势特别大 他一动 他一动气势 气势很大 气势很大 这个 另外呢 就是刚才讲的 他的动作 干净 秘书 没有多余的动作 没有多余的动作 那么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 我们看 民歌聊太极 是聊不出来 他的珍重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 民歌作为一个草根的太极权的爱好者 他是名门之后 东虎领属于名门之后 所以他的权 我们是模仿不来的 模仿不来 我们的功力达不到 那么达不到他的水平 所以我们只能去欣赏 观赏 这个张先生说 让我聊一聊他的权 那么这个权呢 另外还有一点呢 这个东虎领有自己的风格 就是他的权打出了自己的风格 像写字一样的 他有自己的风格 这个自己的字体 我的字体是什么样 他的字体 每个人的字体不一样 董英 这个董英杰的儿子 董虎领呢 就是张先生给我发的这个视频呢 他有明显的 个人的风格 个人的风格 这个风格是什么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几点 几点 几点 还有一个呢 动作非常的到位 动作到位 什么是到位 就是他这个动作 到位 那这里没有到位 这里到位了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他的动作非常到位 到位 这个所谓的 已经可以这样说 董虎领 就是张先生给我发这个视频 我个人 从我的水平上说 我达不到 他这个已经是到了什么呢 可以用一个词叫什么 炉火存清 一定是炉火存清 就是千水百炼 炉火存清的那种水平 那种水平 这个大家呢 可以经常看一些名家的权 对自己的提高 有很大的好处 有很大的好处 有非常大的好处 那么这里呢 我建议太极拳的爱好者呢 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搜一下关于董虎领的这个 董虎领的这个视频 八十五十太极拳的视频 可以是阳式太极拳的领兵人物 你可以看他的视频 多看几遍 或者你要是采取一种土办法 你每天看一遍 每天看一遍 你经常看 你经常看 你就会把他的东西吸收进来 这个吸收是潜移默化的 不是说我聊 我说他哪里 你就能学会 不是这样 而是什么呢 你经常看 经常看 每天看一遍 每天看一遍 如果你能坚持个几个月 或者一年的时间 你每天看一遍 你的身上就有他的东西 这种耳濡目染 潜移默化 在太极拳的 在这个拳种上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搜一搜 董虎领的八十五十太极拳 每天看一遍 受他的影响 那么这里我民歌要多说一句什么话呢 多说一句什么话呢 就是打的不好的拳 我们尽量不要去看 不要去看 我本来我对这一方面我还不懂 在我在若干年以前 若干年以前 这个公元有打太医拳的 我在那看 这个就是我们家里边的人 就说 这样的拳不要看 不要看 是不是轻视他呢 不是轻视他 鄙视他不看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打的不好的就是太医拳 你在看的过程当中 耳濡目染 会把他的坏的东西 不好的一面 会吸收到身上来 好 那么这里面 我所以建议大家呢 经常看一看 把董虎领的八十五十太医拳的视频 你如果是学的是杨视他一拳 你把他看 每天看一遍 满如潜移默化的 这个耳濡目染的这种方式 慢慢的他的东西就会到你身上 至于他到你身上多少东西 到你身上了 到了什么东西到你身上 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每天看一遍 每天看一遍 那么他的风格就会 就会到你身上 到你身上 那么 这个呢 是一个太极拳的 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 好 那么 也就是模仿 但是这个模仿 不是说 你刚学太极拳的 你模仿动作的外形 我今天聊的是什么呢 我们太极拳有了一定的功力了 我们经常看 这个好的明家的拳 它对你是有好处的 是有好处的 打得不好的拳 尽量不要去看 不要去看 这是一个 今天顺便讲的一个 练习太极拳的一个方法 就是观摩 观摩 说白话就是要多看 多看明家的视频 多看明家的视频 你身上 不自觉的就会把明家的东西吸收到身上来了 吸收到身上来了 这就是一个方法 好关于这个董英杰 董的儿子 董胡岭的这个视频 我呢 我刚才说了 我的水平达不到他的水平 我呢 去分析他 有一点难度 有一点难度 那么我只是在这里呢 根据我五十年的练拳的体会 就是要多看 要多看 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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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能够提高 这就是一个方法 好 那么 关于这个董胡岭这个八十五四太极拳呢 我说 我来评价他好 我是没有资格来评价他的 他是名门之后嘛 是这个 我是没有资格来评论他 就是我的水平达不到他的功力 达不到他的功力 你去评价别人 所以说我们说 你去评价一个比你功力深的人去评价 你是看不出来他好在哪里的 好在哪里 我所看出来说的好在哪里 只是很肤浅 只是很肤浅 这个民歌聊太极谈识不谈曲 我们实际 实际的这样说 就是说 说的实话 首先 大家观看我今天的这个视频 以后 你能够去在网上搜一下董虎岭的八十五四太极拳 每天观摩一遍 这就是我今天这个视频的效果 作用 我告诉你 要看董虎岭的八十五四太极拳的视频 就是学阳世太极拳的人 你多看几遍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 要聊的内容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关于董虎岭的八十五十太极拳武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明天再聊